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书电影,我是弟弟。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曾经在课本上出现过, 那就是根据蒲松林的聊债致意改编而来的木偶动画《老山道士》。 主角是个十分好意勿劳的书生王妻, 他十分喜欢探究修仙之道, 梦想这样就可以拥有许多的金银财宝。 因为书上说,非贺成仙便可点石成金, 妻子希望他认真读书考取功名, 可是王妻却直是想敷衍了事, 他一心想到牢山拜师学道。 一天他看书入迷了, 睡梦中他的灵魂出窍, 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到牢山求仙。 可是刚爬到一半,王妻就坚持不住了, 他心声退意坐下来便稍作休息, 不一会儿一个老乔夫走了下来, 老乔夫看见王妻便问他为何上山。 王妻老是交代自己是去求仙的, 乔夫又问他那为何止步不前了呢? 王妻回答, 山实在是太高了, 难以攀登。 老乔夫欲重心长地跟他说, 想要习得仙树哪能怕吃苦呢? 老乔夫鼓励了王妻一番便轻松地挑着柴离开了。 王妻看着自己爬过的山都已经走了一半了, 这个时候回去也不容易, 实在是进退两难呀。 想罢,王妻还是决定继续上山, 经过一番辛苦的攀登, 王妻终于到了山上的三清观。 老道长提醒王妻, 修道成仙不是一年半载的事, 王妻十分成仙地表示自己不怕苦, 于是成功败得老道长为师。 老道长给了他一把斧头, 叫他明日一早就上山砍柴, 平日里什么活也不干的王妻根本就不会砍柴, 他费尽力气也没能砍动一棵树。 王妻心想, 要是斧头能够自己去砍柴就好了, 没想到斧头真是听话地去砍柴, 一瞬间王妻的面前就堆满了柴火, 可是等王妻反应过来, 发现柴全都不见了, 原来刚刚都是王妻的幻想, 第一天没砍到柴, 第二天道长又让王妻上山去, 王妻无奈只好爬到树上, 结果差一点掉下树摔死, 不过好在今天没有空手而归,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, 日复一日地砍柴受累和粗茶淡饭, 结果仙术也没学半点, 王妻终于受不了了, 便打算偷溜回家。 临走前, 他看见师傅向三清罐走来, 他忙躲在一边, 只见师傅穿墙而入, 王妻十分惊奇便在窗边偷看, 只见师傅在厅里招呼两位道长音韭赏月, 师傅用纸捡了一个月亮挂在天上, 还为徒弟们变换出美味佳肴, 王妻也偷磨溜进去, 讨得几杯美酒, 而且师傅变得酒壶, 永远也道不完。 不一会儿, 道长又将壁画上的嫦娥请出来唱歌跳舞, 嫦娥的舞姿十分美丽, 看待众弟子, 跳完舞, 嫦娥消失了, 可是几位道长还没喝尽性, 于是他们将酒盏搬到了月宫队饮, 王妻看着十分惊奇羡慕, 他求师傅叫他穿墙之术, 这也算不枉此行, 最后师傅答应了他的请求, 跟他说了几句咒语, 心中默念咒语之后, 王妻果然成功传墙, 临走时师傅劝他不能以此为非作歹, 否则仙术就要失灵, 王妻嘴上连连答应, 跪些师傅后便下了山, 回去后他首先在妻子面前炫耀了一番自己学到的本领, 可是他不顾妻子的劝诫, 打算以此行戒, 将师傅的所有告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, 结果仙术失灵, 他的头上被撞了一个大包, 王妻在惊吓中醒来, 此时的他还躺在看书的椅子上, 原来一切不过是场白日妄想罢了, 妄想突发横财只会被现实所打败, 白日梦的结局就是梦醒后一无所有,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通往梦想的路上都必须依靠脚踏实地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再见。